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 水利单位 他用非常粗暴不了解我们台湾环境特性的这个方式 在对待我们的土地 那 水井抽水 农与业的部分呢 事实上他对地层下线影响又但是 不大 真正的是这些圣井 特别是这些毫无管制的 非法的工厂抽的这些水 那 建水库 蓝河叶这个都 没有帮助地人下线的方式 甚至会 加剧 所以 应该是用一些 更小型的分散的 合乎环境原则的这些 方式 当然最根本来是要从我们的 产业政策 国土规划 来 来 作严 所以呢 整个 张云地区 甚至整个中部地区呢 我们都 不适合在开发 这种 高耗水的 产业 所以我们现在关注 不止索水溪 包括乌溪流域 包括 大甲溪流域 大安溪流域 的水事院 目前都 面临的这些问题 那 这些问题 都值得我们 各位中部的朋友 一起来 关注 今天 用这样子的一个 议题来跟各位分享 谢谢 如果我们有问题 我们晚上 可以来 互动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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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